嗨,新年快乐 最近有看到几个小伙伴的要求 或想要看2019年的年度爱用 我看了一下我上一次拍年度爱用是2017年 然后2018年是没有拍的 一转年已经到2020年了 那我最近有看到就是网络上有非常多 就各大博主都在书年度爱用 就是护肤彩妆这类的年度爱用 我觉得大家可能已经看的就是都差不多了 其实我也看到很多就是重复的那些爱用品 我呢就想来做一个精选过的2019年的最爱 就不只是限于什么护肤彩妆这些东西 我真的从日常生活中爱用的东西里挑出 十类就是我爱用的东西 然后其中我最喜欢的那一个或几个产品 来给大家看一下 也会包括彩妆相分服饰类的东西 那么我挑出来的呢就真的是我各类爱用中的精品 好了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赶快进入第一个年度爱用 首先我想说的是一套洗护产品 就是这一套大博尼斯的洗发和护发 那我的这一套是这个紫色的love 它是针对粗硬发质的一套柔顺洗发护发 我们有中文名 我感觉我这个人平常好像比较少介绍洗护类的产品 因为我感觉我用到大多数都是差不多 就没有说让我觉得很惊艳的 除了我17年的时候好像有说过就是那个海盐的发模式 一个比较stand out的产品 今年我用到这一套大卫尼斯的洗护呢 是我觉得真的算是我用过的所有这些产品里 真的肉眼可见的就洗发护发完了之后 你能感受到效果的一套产品 我刚才说的它是针对粗硬发质 就我的头发真的是又多又厚又很粗 就真的是每一根都很粗很硬的那种 然后我日常的是不会怎么特别去打理我的头发的 所以我的头发就经常如果是刚洗完第二天 它是会比较横比较 乍就看上去发亮很多的一个状况 我不是那种非常非常直的那种头发 就有一点点自然卷 所以它看上去就会很喷 但是这一套洗护用完之后就 我真的不敢相信会有一套洗发护发的产品 洗完之后是真的你的头发就很顺 就你就不停地想要用手这样去搂自己的头发 因为我昨天用了 所以我今天头发还是很滑 就你吹干之后就会很想要用手一直去搂你的头发 但是当然如果你是细软发质 这一套用下来你可能头发会变得非常的贴 你可能会不喜欢 我看到它同一个产品线是还有针对细软发质的 但我不知道用出来效果会怎么样 有一个比较重要点是这一套洗护的价钱不便宜 但是我也有尝试就是他们家比较平价的那种 比较大罐比较平价的洗发水 洗完之后就是真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 只能说用起来还不错 但也没有觉得说比普通的没有那么贵的洗发水好到 我一定要花那个价钱去用的地步 但是这一套是真的肉眼可见的效果 好那么我其实有收到小伙伴们问我2019年度护肤的爱用品 但是我感觉2019年的护肤类产品里 我没有试到就是我长时间用下来 然后让我感觉比较惊艳的产品 所以我自己准备的清单里面 其实护肤这一类是从缺 但如果要我挑一样产品 是我2019年试到感觉效果还不错的呢 我想有一个很冷门的东西是这个 Elementos这个牌子的一瓶 Retinol的精华 试黄醇 试黄醇的精华 因为大家也知道试黄醇在2019年特别的火 就各种牌子都在出这种成分的产品 因为A醇或是A酸 就是被科学证明是真的有抗老功效的一个成分 然后我2019年比较长期有用的是这一款 但是我是一周可能只会用一两次的那种 就它涂上去之后是在你脸上仿佛形成了一层膜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会在它后续跟一个睡眠面膜之类的东西洗完 第二天洗完脸之后脸真的会变得很光滑 很细致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感觉它不能连续用 就我感觉它的那个药效是比较猛的 然后这个东西也比较冷门 好像是我之前某一次在就是老爷家买东西的时候买的 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买到 哦对了 它的牌子不是Elementos 它的牌子是Skin Nutrition 感觉这款算是一个小小作弊了的 就是插队进来的一个爱用品 虽然护肤类的年度爱用品是一个同学的状态 但彩妆类我还是在我的列表里加上了几样 首先呢给大家说我今年非常爱用的一支唇膏 是我现在嘴上涂的这一支 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是可以搭任何气场的穿搭 就你如果穿的比较凶也可以用这一支 你如果穿的比较软也可以用这一支 因为它是在一个玫瑰色和豆沙色中间的一个颜色 是这一支Cat Von D的Lolita 就是这一支长成这样子全身仿佛都是毛钉的这个唇膏 色号是Lolita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已经用掉了非常多 就几乎快用到它的这个花纹的这个地方了 这支我真的是春夏秋冬都在用 各个季节的各种色调的穿搭或妆容它都比较能驾驭 这就是我年度最爱的唇膏Cat Von D的Lolita 好那么我的第三样年度爱用呢 是跟彩妆相关的东西 是刷子 我现在手上拿着两把 但其实它们是同一款刷子 就是Real Techniques的Buffing Brush 这一支呢是我N年前买的 然后一直用到现在还在用的 这一支是我新买的 这把是我最近有在用它刷修容 所以就看上去是有点颜色 这把刷子我觉得是我所有刷子里最全能的一把刷子 而且非常好用非常耐用 这把我真的我不知道我是哪年买的 我怀疑是我出国之前买的 然后我一直用它洗 然后它都没有出现任何就是要死掉了的迹象 我用它可以上底妆 就是它是一个Buffing Brush 就是它可以非常均匀的去Buff那个底妆到你的脸上 用它上粉状的底妆它尤其的优秀 就是它上粉状的底妆还能Buff出光泽感的一支刷子 可以用它上修容 它晕染的非常好 用它上腮红 这个形状虽然不是说非常完美的那个腮红刷的形状 但是它可以做到 然后自然也可以用它上高光 就我觉得全脸的除了眼部以外的妆容 都可以用这一支刷子搞定 非常非常的推荐 但是我有一个困惑是我现在在网上发现 它好像没有单独卖这支刷子 都是在一个套装里 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套盒里 刚刚从那个盒子里抽出了这一支 因为我其实只想单买这支刷子 但我发现好像没有单独卖的 就好像只能买那一盒 如果你只是日常化一些简单的妆容的话 我觉得大家都值得拥有这一把 Real Techniques的Buffing Brush 好那么我挑出来的第四样年度爱用呢 是一块腮红 是这个倩碧的小厨局 05号Nude Pop 这款好像这两年 我都听到非常多人爱用这个腮红 这块腮红我也是持续的用了 至少有两年了 大家看到我的这个盒子的这个惨状 就已经知道我真的是拿在手上用很久了 然后我这块还是一块就是打折的赠品 它的那个花纹已经被我刷成了这样 当你用到一年的时候 那个花纹还是非常非常明显 但我现在大概刷了能有两年了吧 它的花纹就已经真的是被我刷掉一些了 这个颜色真的是太好用 太百搭了 就它的粉是非常非常细 然后还稍微带一点光泽 但是是没有那种颗粒的闪的那种 很细腻的光泽 然后这种蜜桃裸粉色 真是太好看了 我今天脸上也是刷了这个 就很自然 然后感觉你气色很好 而且我还可以用它做眼影 没错 我今天眼睛上也有 就是在眼睛的中间 我有稍微点一点点这个颜色 可能不是很明显 但是可以让你的眼神变得比较温柔 就我眼尾是刷了 我一直用的那个 Bulberry的Pale Body 然后眼睛的中间上下 我是有用手指就是去抹了一点点 这个就会让你的眼神看起来温柔一点 然后这一块我想大家听它的好话听的也够多了 我也非常爱用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入手 好 那么接下来的第五类爱用是香分类的产品 去年年底的时候 有做一个我整个香水collection的大盘点 然后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今天想要说的呢 是我2019年的新爱用 也就是不再上一次的那个collection里的产品 首先是新加入我的collection里面的这一支 Le Labo的33号桑达了 这瓶香水呢 其实我喜欢这个味道已经喜欢了好几年了 其实我第一次闻到这个味道 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去阿姆斯特丹的时候 是两三年前 我住的酒店里面配的是一套 Le Labo的就是洗护用品 还有身体乳 当时它给的就是这个味道 我第一次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 我觉得挺怪的 就它是一个很中性很中性的味道 尤其是当你想到檀香 就是一种很zen的感觉 然后它是没有那种偏女性化的香调在里面的 我当时在阿姆斯特丹用到他们那一套洗护的时候 是觉得就是这个味道挺奇怪的 然后我对这个味道的印象就非常的深刻 但我当时是不能决定我到底是喜欢这个味道 还是讨厌这个味道 然而在那次之后 这股味道就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中 尤其是我后来在别人身上再次闻到这个味道 我都立刻能反映出来 它用了Le Labo的那个檀香的香水 也就是说它的那个记忆点非常非常的突出 而且那次之后我只要路过Le Labo的专柜 我都还会再去闻 这个牌子呢 我还有闻过它其他一些就是 可能更出名的味道 像是那个De Noir 还有那瓶就是玫瑰的那瓶 说呢它其他的款也不是不好闻 就也好闻 但是那个独特的记忆点 我觉得比不上这一瓶 而且我每一次闻到这个味道 都会回想起我第一次一个人去阿姆斯特丹时候的各种情景 而且再加上这个味道非常的中性 就会给你带入一种北欧之类的那种感觉 对它闻上去非常的北欧 就感觉你走进了一间家具 全是木头做的 然后整个布置是极简风的那种房间的那种集市感 那我今年一整年呢是没有买过其他的香水的 所以到了接近年底 好像双十一还是双十二的时候 我就奖励自己买了一瓶这个 我念念不忘的三十三号桑大了 还有几点我想说的是 一个是这个并不便宜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闻过 确认自己喜欢这个味道再买 因为第二点 这个味道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 也不一定是你闻了之后 立刻就能判断你是否喜欢那个味道 第三点 它流香还是蛮久的 它不是那种立刻会没有的 就你喷上它之后 你身上会一整天都是那种很 sand的木质的味道 那我现在是非常喜欢这个味道给我带来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听了我上述的描述呢 觉得你也是喜欢这种感觉的香分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要自己亲自去闻一下 再确定要不要买 好 那么在这个香分类的产品里 我有一个小小的作弊的东西 是一小只这个By Riddle的11th Hour 是我之前买那一瓶Gypsy Water的时候 柜姐给的小样 但你可以看一下 我这一只试用装已经 就是用掉了三分之二了 这个味道我一度冲动 想要去买一瓶正装 然后觉得如果2020年 我没有发现其他让我更爱的味道的话 我很有可能会去买这一只的正装 它也是木质的香调 但是它的木质和刚才那只檀香的木质是 我觉得是两个方向的木质香调 感觉这只走的那个方向会更加像 像之前那个周曼龙的丝绒玫瑰与乌木 它的味道里面呢 还是带了一点点那种植物感的木质调 更加明快一点的一个味道 感觉你整个人闻上去是更上进一点的感觉 就有圣诞那种喜庆的感觉的一个木质 但它的味道也很中性 不过它没有那一款 就是Le Labo的那一款那么的Zen的感觉 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味道 而且这个味道我是从去年冬天 一直喜欢到了现在 所以我感觉我很有可能2020年 会去入它的这个正装 然后如果你对它感兴趣的话 我也是同样建议你 还是就是亲自闻一下这个味道 再决定要不要买 好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第六类 年度最爱呢 其实是一个我用了很多年的东西 但我好像几乎没有在视频里提过 就是现象 你下班回到家想要放松一下 或者是你早上起来 想要就给自己营造一个比较 有质感的氛围 或者你刚刚洗完澡 想要一个是想要去一去房间那种水汽 然后二一个是想要给自己一个比较 calm的一个氛围 现象就是可以立刻给你的那个空间 营造一个那种氛围的产品 那我其实尝试过非常多款 如果你以前没有尝试过现象 你现在推开这道门的话 会发现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 因为它也有非常非常多各种不同的香味啊 什么香调啊可以让你去选 我多年来一直都非常喜欢的味道是这一款梨花 原来好像是一个日本的著名现象品牌出的一个味道梨花 但后来好像一度停产了 那我手上拿的这一盒其实是一个淘宝店和原来的那个日本的那个香糖 就是重新合作然后又重新推出的这款梨花 我感觉它和原来就最原始的那一款梨花是有那么点点的不一样 但总的来说它的那个味道啊各方面给你那个感觉还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然后梨花这个味道我是从一开始 比如说我买十根十根的那种就是试用 因为你不确定自己喜不喜欢那个味道的话 你可以在那些店里买那种十根或五根的回来试用一下 我从一开始买过好多次就是十根的梨花的试用 到后面我买五十盒装的就是一小盒的那种 再到后面我就开始买这种一大盒装的这个梨花 就是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一闻了就 很放松但是又很愉悦的一个味道 它不会很熏就你不用担心就是像平时你日常见到的信箱 感觉点了是一个很烟熏火燎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梨花完全不是那个露术的 如果你想尝试一下现香的话 我很推荐你可以从这个梨花入手 那么梨花呢应该算是我现香的all time favorite 那我今年2019年的一个爱用呢 其实是我去日本的时候买到的这一款香彩糖的龙咸香 它是装在这样一个木头盒子里 它里面内容其实挺少的可能也就五十只左右 因为当时是用日元付款的嘛 我其实当时没有发现它的价格这么的贵 我后面在淘宝上搜了一下发现 这个是我用过最最价值不菲的现香 但它也非常的stand out 它比我所有的现香都给人一个强烈的记忆点 而且它的那个味道也非常的浓郁且持久 如果你是现香的重度爱好者 而且你是比较喜欢那种偏木质偏中性 并且不介意它的味道是比较浓重的话 我推荐你可以去试一下这一款 那一只这个龙咸香呢在我现在这么大 它的味道的浓度是完全可以充实你整个空间的 好那么接下来我剩下的年度爱用的种类呢 是服饰类的东西 首先呢我想来说的就是我今天带着的这个耳饰 我其实出于私信是非常的不想分享这个耳饰的这个品牌 是淘宝的一个店叫做MeToo 它里面的耳饰我买了很多很多款 然后有个性然后有趣味性的设计 多数呢都是这种像这个陶土之类的捏成的这种质地 它的设计都是这种比较简洁 但是又比较有趣味性的一个设计 我其实是没有耳洞的 这家有非常多款都有耳夹 它很有趣味性又很有质感 也不会显得过分的夸张 对我来说对我这么个浮夸人来说 我觉得它没有过分的夸张 然后总之我非常喜欢这个店的各种耳夹类的饰品 我买过不止一款这种面条状的螺旋状的这个耳饰 然后还有刀削面状的就是扁平的呀 然后除了白色还有其他的红色蓝色 它店里有很多各种其他颜色可以选择 如果你是有耳洞的话 你的选择会更多 而且我每一次带他们家耳夹出去都会被称赞 或者是其他一起的女生都会说 要看一下就觉得你的这个视频非常的有趣 然后它一上新款 我都会忍不住想要买新款回来带的一家店 既然是年度爱用 我就勉为其难的分享给大家了 好 接下来的第八样年度爱用是一双小白鞋 是这双Super God的小白鞋 我穿了挺久了 所以它看上去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旧 但我是今年才知道这个牌子的小白鞋 这双鞋 就是Super God 小白鞋的实穿呀百搭呀这些我觉得不需要我多说了 因为我平时也很喜欢穿飞跃 但我现在发现飞跃还是挺容易撞鞋的 这个Super God呢就感觉稍微那么小众一点点 它的价钱就没有飞跃那么便宜 它和飞跃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因为飞跃前面是比较圆头 就胖胖的一个头的 但是这个Super God前面是 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穿去学校的这种 鞋的这样一个设计 而且它的这个金属是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要银色或金色或玫瑰金吧 我印象中 反正我选择的是玫瑰金的 它各方面的做工啊什么的 还是我觉得比较对得起它这个价钱 它的码数我买的就是正常的码数 我平时穿36 我这双买的也是36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它的那个官方店看一看 好那么接下来我要说的第九个年度最爱的品类呢 是我后面的这两件那种 Laser Coat 就是今年非常喜欢穿的有两件 都是Another Stories的 这一件其实是深棕色 深巧克力色的呢 是今年新买的 然后它非常的厚 但它的整个设计就是真的很像一件西装外套 然后看上去的质感非常好 我觉得这一件就很暖 然后又很百搭 因为这种颜色里面即使搭比较深的颜色 或者是比较鲜艳比较跳的颜色 我觉得它都可以搭 我说另外一件是我前面在上一个那个 OOTD里面有给大家看过一下的这个就是有格子的这一款 Laser Coat 然后它也是Another Stories的 但这一款没有刚才那一件那么的厚 然后这款感觉那个设计就是实装性会更强一点点 然后看上去整个人也会更轻松一点 没有刚才那一款没有刚才那一款巧克力色的那么的正规 然后这款我从去年冬天穿到了今年冬天就非常的容易穿上 这两年的秋冬呢 我就发现 Blazer Coat 真的是非常百搭又实用的一个单品 就是兼具了温度和风度的一个秋冬必备的品类 都因为它是西装的那种版型 做成秋冬的厚外套 里面你可以照比较厚的一副包呢 但是它外面还是给你看上去一个比较利落的这个轮廓 这西装外套的整个型都跟我本人的那个风格非常的搭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好那么来到最后我的第十类年度爱用呢 就是直筒的牛仔裤 我今年买到了非常多心仪的牛仔裤 可能就是因为这两年流行那种直腿的 看上去中性干练一点的那种风格的牛仔裤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我本人的 本来是想要说这一条这个BDG 就是在Urban Outfitters里面买的这一条 Pax 这个型号牛仔裤 这条是我去年在英国的时候在Urban Outfitters里面买的 你可以看到它是直腿 但是它的腿是比较宽松一点的一个设计 不过还有一个点是 是我今年比去年我买这条裤子的时候就瘦了比较多 我今年比去年可能瘦了有就是五公斤十斤左右吧 所以现在看上去那个裤腿会是一个比较松的状态 但是因为我瘦了一点点 所以它臀部的那个地方的效果看起来会没有那么好 那么这一条这种比较偏中间一点的这个蓝色 就纯牛仔裤的那个蓝色 我觉得也非常的百搭 就是可以搭各种颜色的上衣 夏天搭衬衫呀 或者搭各种颜色的T恤 我觉得都非常的百搭 而且这一条挺转的非常的好穿 我非常喜欢 现在我瘦了一点之后 我就有点想要再买一条 就是码数更小一点 这条我买的是29嘛 我后面瘦了一点之后 想要再买一条小一点的 但是我发现我在网上找不到这个款 如果大家有在网上找到 就是Urban Officers BDG这个牛仔裤品牌 这个PAX 这个PAX这一款的话 可以告诉我 或者是丢个链接给我 但是我后面是没有在找到这一款 虽然它是我的年度最爱 但是大家可能比较没那么好买 于是乎我就想再做个B 想再给大家说两条 我觉得跟刚才那条的那个整体的效果 比较相似的牛仔裤是 Evercrombie & Fitch 就是AF的这一款 ZOE Natural Raise Ankle Straight 这一款 然后这款是我年初 就不到夏天春天的时候买的 也可以看到我当时买的是30嘛 但是它现在也是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 就我平时出去是会绑腰带的 但是我给大家看的 我试穿的时候是没有系腰带的 那么这一款AF的这个直腿牛仔 和刚才BDG的那一款 裤腿一样都是裤腿 底下是这个毛边的 这一款AF的我有两条 一条是和刚才BDG的那一款 比较接近比它稍微浅一点点的 这种中蓝色的这个颜色 那么这个蓝色呢 就像我说的 我觉得是比较百搭 就是正经的牛仔裤的一个蓝色 像牛仔裤我穿的也非常多 我穿它去过音乐节呀 然后上班也可以穿呀 就是非常非常百搭 而且也是很软很舒服的一条 然后我另外一个颜色呢 是这种比较浅的一个蓝色 是这样比较浅的一个蓝色 而且它就是裤腿的中间 是有做那个颜色过度的一个感觉 就另外这条比较浅色的呢 是有一个更加不羁的一个感觉 就是你如果穿它去音乐节呀之类的 会就是更加应景的一个颜色 然后它裤脚这里的这个撕裂感 也是更加的强 就是这个撕裂的设计 这条浅色就是看上去会更加的修行 更加的不羁更加的酷 总之呢我觉得这两年出了非常多 很棒的直筒牛带裤 然后是非常适合我个人的风格和身形的 因为它是直筒的嘛 就可以很好的修饰你腿型的各种不完美 就觉得你的腿很直 而且它是比较宽松的款式 就仿佛里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你的腿是比这个裤腿要瘦很多的那种感觉 好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2019年度的Top 10 Picks 也就是我精选的10类年度最爱 不知道你们看的开不开心 好啦那如果有关于以上哪些种类 你们想听我做更多的分享的话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哟 那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